那我们总结一句话 最简单的 空梦是说什么 仁义忠书 这四个字 来解决现在社会问题 管不管用 忠是用心 不拼不携叫做忠 恕是饶恕 现在人事情做错了 想错了做错了 不要追究了 既往不救 不要追究了 我们好好地回过头来 学工资东西 学人 学义 人得爱人 先爱自己 人不自爱 不知道爱别人 首先要知道爱自己 自己是什么 自己是圣人 三字经他们都念过 人之处心本善 这个善不是善我的善 这个善是神人 是贤人 你爱你自己 本来是神贤 你才能够就爱别人 大乘佛法 这要是唐恩威博士提到的 佛法讲的是什么 真诚 慈悲 我说这八个字 能不能解决现在社会问题 能 我们今天 这八个字都没有 不仁 不义 不忠 不淑 不真 不成 不辞 不悲 天下乱了 把这八个字找到的时候 真快用啊 他们比没说错 所以我们听到孔孟学者 不要去想那些 四十五经生 那个太大了 太博大精神了 那几个人能做到 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根 跟从来 底子鬼 感应片 十三页 如果能把这个普遍来教化众生 真管用 我们在汤池那个时候做实验 实验成功 那06年就是在巴黎做报告 报告完了之后 我就访问 伦敦这几个学校 跟他们的汉学家 麦达威教授 结成朋友了 现在麦达威教授退休了 中国聘请他 北大聘请他的科作教授 他给我约了 今年12月 他会到香港来看我 所以这个要懂啊 化解世界问题的道理方法